草屯镇农会与北市里一位农民共同举办 爱心拔萝卜欢乐好彩头的活动 一方面不仅可以让民众体验采收的过程 另一方面更可以促进亲子关系的好时光 从我们农会办到田野 拔萝卜这个活动 最主要源起就是我们林国君 我们林代表 他把农船的旗船的土地 无常提供我们农会 给孩子们和我们这些乡亲 来给我们体验 如果我们今年要搞了 给我们体验我们农舰 把萝卜 以前就说给我们提供 做农的辛苦 前议员李咒宗肯定草屯镇农会的用心 让许多家长纷纷带着孩子 体验采收的乐趣 我们草屯农会 基本就是在我们北市里面 我们的萝卜田 来提供给大家 我们所有的农友 所有的亲友 所有的里面 共同来参与 限定 DIY 拔萝卜 一方面做工业 一方面 让大家来品尝 这是真正好 这个活动 让大家来这活动 筋骨 还让大家来这亲子 活动 前议员简锦贤也回忆起 额造实美好的回忆 采摩卜 这可以说是 孩子的时候 最好的回忆 特别要感谢 我们的社区 还有我们的超顿 顶農会 我们过年的时候 一定 人家常常说 要吃菜头粿 这会好菜头 整个 日清的时候 还延续下去的时候 和会订的时候 哇 这菜头来做会订 也是真好 签议员李宏宏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结合地方 推动发展 借由草存镇农会 这次所举办的活动 让民众体验 采收的乐趣 也让小朋友们的 寒假假期 更充满回忆 记者李永生 草屯采访报导